凤林镇近几年来在农业推展上相当有成绩 由于自然环境相当优质 吸引了放牧业者投入牛肢的养殖育种 却因为花莲县新设置 畜牧场自治条例尚未定案通过 导致依佐牛牧场的牧场登记申请案 还卡在待审阶段 业者希望花莲县政府的自治条例 可以早日定案通过 凤林镇自然环境条件相当优良 就吸引了养殖业者来到凤林镇 设立安格斯牛的育种场地 其中凤林镇饲养安格斯黑牛的 尹卓牛牧场最受游客瞩目 牧场主人林明记亲自上场 为游客解说尹卓牛牧场 目前的经营现况 那当他要修自治条例的话 应该是说你修法归修法 可是你的业务 这个像我们申请的所有的案子 你在容许范围的 应该是要继续在跨方 不应该说这样子就暂停 因为你这样暂停会影响很多农民 第一个他有些农民都跟农会贷款 都是几百万几千万 那你在这当中他一暂停 他完全没办法动 他会影响到生计 许多来到牧场的游客对于林明记已投入四千万元 经营牧场却因花连线牧场这次条例 尚未定案通过 导致尹卓牛牧场的新建申请案 还卡在待审阶段 农场主人林明记相当无奈 好不好玩 好玩喔 看到什么 有 有啊 喜不喜欢 喜欢 喜欢喔 那这日法修法 它不可能说马上 短时间之内 它也有可能好几年 对 对 所以造成我们的影响相当的大 你大概投入进去已经多少 我投入金额现在目前包含土地 已经接近四千万 牛资 牛资还没有算进去 牛资的成本都还没算 我所花费在这边的费用已经四千万 那四千万当中 你轮回也是有支持我们啊 对不对 可是你现在宪政府这样 使用指照拿到 可是我最后一关 牧场登记 它就停掉了 由于牧场是设立在居民居住的环境之外 也都符合相关法令 就有游客期许花连线牧场这次条例 应该及早定案通过 好让业者有更好的依据可循 才不会造成在地就有市场的不确定性 记者林杰 凤林郑采访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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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